一,我们曾经是战士,本片根据越南战争中的真实战斗改变。 1965年11月,越南战争升级至美军直接参与战争阶段,驻越美军人数不断上升。 这是美军在越南的首次大规模军事行动,行动中450名美军,跟2000多名越军近距离作战。 美军第一级兵是第七级兵团第一营的450名战士,在盲目的指挥下,静毫不知情,毫无准备地降落在北越军队集结的中心区域,人数弱势的美军陷入了重重包围,伤亡惨重,最后在火炮、直升机的辅助下战局开始僵持。 第二天,战斗推进到山丘弹仍然无法突破包围,由于交战双方距离过近,美军的汽油弹炸物伤了部分地面部队,摄影记者记录下了战斗中一幕,幕残酷的画面。 第三天,美军正准备进行决定挺的战胜战斗,这时空军支援都为了,越军被全灭。 影片中最后以美方254人阵亡,越方1800人阵亡而告终,实际越方阵亡数字,加上伤员过1037人,请参考历史德浪和古战役。 二,第一滴血刺,史泰龙作品,该片讲述了教会义工在一个村庄中遭到军队的袭击,教会组织古兰博前去营救的故事。 一支教会义工小队,为了战乱地区,向那名提供人道主义帮助。 在泰国找到了隐居在泰国的兰博希望提供帮助,兰博认为时局没有改变的可能,拒绝带路,但终被义工沙拉的诚意打动。 将他们送达,然而两周之后,兰博得知教会义工被残暴的缅甸军人俘获,教会或西义工们深陷险境,阻止雇佣兵营救,并再次委托兰博带路。 这一次,兰博的态度发生了转变,他率领雇佣兵们潜入缅甸军营,又一次化身热血战士血战丛林,救回了洛纳的教会人员。 第一滴血似着实在杀人的数量和速度上都做到了突破,大量血腥的镜头增加了积极烈程度和震撼效果。 三,勇者行动。 影片讲述了海豹突击队员解救被爆架的CIA特工,并且发现了威胁整个美国的恐怖网络,进而展开全世界范围内的大搜捕和大围剿。 在一次解救人质的过程中,一队海豹突击队队员,发现了一个恐怖组织部下的天罗地网,如果不加阻止,整个美国本土都会陷入的危机之中。 于是,在美国国防部的参与和领头下,海豹突击,小队在一场全世界范围内的大搜捕和大围剿中拉开了序幕。 行动过程中,每个突击队队员都可守着自己入伍时的宣言,时刻被祖国效命。 本片被认为是真人版的战第三,片方在全球多个地方取景,根据真实的事件改编,死封于哲,影片讲述了海军军官乔封命,保护密码员亚当。 不过在亚当要被日本人活捉的情况下,为了保护密码情报不被泄露,那么乔可以开枪打死亚当。 在两人的不断特状中发展,由举与争斗到生死屡共。 在太平洋战场上,日军总能用各种方法,破译美军的密电码。 这里美军在战场上知己了苦头,为了改变这种局面。 1942年,美军训练了大量印第安纳瓦库族人,成为专门的伊甸员,因为他们的语言没有外族人能够听懂。 人称风雨者,每个风雨者都肩负着美军的至高机密,因此,每个纳瓦库伊甸员都有一名海军陆战队员贴身保护,一方面去保持人身安全,另一方面,如果伊甸员即将被日军俘获,保护者必须杀死他以保证密码不外泄。 局长生杀大权的桥陷入了道德与人民两难的抉择,他到底能不能,该不该的紧急关头,杀死已经和自己亲如兄弟的亚当,以旅行军人的职责,保护美军的军事秘密呢? 五,非常战场区域,一部西班牙战争片,影片讲述科索沃停火期间,一队由法国和西班牙士兵组成的维和车队,奉命去修复一个小镇的电力设施。 没想到一次非常简单的任务,竟成了地狱般的不归之路,维和车队先是莫名其妙,和阿尔达里亚军队将火而伤亡惨重。 幸存者丢了所有重装备后,也误打误撞闯入雷区,女翻译莫尼卡处雷重伤,无法移动,被捂住鼻子和嘴声声给憋死。 最后五名西班牙士兵和一名法国士兵,好不容易逃出生天与希望到达小镇,又陷入残忍的赛族军队包围而被俘,遭遇飞人的折磨时,又是逢阿尔巴尼亚军队,用缴获的装甲车辆,对赛族小镇发起攻城战。 六系系的红线,影片讲述在二战的瓜达康纳尔岛战役中,查尔斯连对设法要从日本人手中夺回名为210号的阵地,经历了持续数月精疲力尽的厮杀与流血。 1942年,南太平洋上,日美双方展开激烈角逐,历数美军的查理步兵连,接到一项艰巨的任务,他们寿命登陆瓜达康纳尔岛,夺回日军占领的210阵地,日军占尽地力优势,防守固若金汤,然军令如山。 即使到山火海潮里步兵连的将士们也要奋勇向前,在长达数月的血腥战役中,步兵连经历了血浴火的洗礼,从危机四伏的夜间侦察到艰苦卓绝的露宿野外,从阵地上遭遇的枪林弹雨,到生还后里承受的心灵创痛,战争中的一切都不可避免地落到他们头上。 本片根据年姆斯琼斯的同名小说改编,不仅重现出二战中遏制之间攻势的关键战役,还探索了在极端条件下军人之间的紧密关系。 7. 塞德克巴兰 共分塞德克巴兰,太阳骑和塞克巴兰,彩虹桥远步 内容阐述发生于1930年代,台湾南投的物赦事件。 塞德克族头目莫纳鲁,道帅领族人三百多名勇士对抗日本三千大军,向勇善战的塞德克族马赫破射头目莫纳鲁道,见证了族人三十年来日本人的压迫统治,看着族人过着苦不堪言的日子。 他明白唯有挺身为民族尊严反击,才能成为真正的塞德克人,于是决心带领族人循着祖邻之秀士,夺回属于他们的列场。 在一次联合运动会中,预先埋伏的塞德克勇士,在莫纳鲁道攻击号令下,立刻展开猛烈的突袭。 在一阵毫无预警的混战中,将运动场内一百三十四位律人一一撂倒砍杀,借此向勇士地区的各个部落宣告,反报统治之胜战已经开打,终区纷纷群起响应。 在震惊愤怒之余,日军玄机调度派遣驻加台中,花莲的步兵与警力,共两千余人区分两路向勿设方面挺进清脚。 莫纳鲁道率领族人抗敌缠斗,辗转退手马赫破石窟,一场双方分别为了资源与报复围剿,祖灵与灵魂尊严的一族战端。 就此揭开序幕,眼看清脚不力,日军派遣飞机投掷毒气弹,赛德克人一撇枪,裁刀,木棍等原始武器,对抗日军飞机,大炮的局势,经过近一个月的激烈对峙。 他与族人死伤惨重,赛德克妇女此时,也为了使自己孩子,丈夫无后顾之忧,于是纷纷先行上吊字意,残存的男人们则在连孔文上赛德克记号,致死抵抗,因此不屈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